第五題 修足1公里長的道路 平均要花3天2個小時 那我如果修足15公里長的道路 要花幾日幾時 那當然就把3日20乘上15倍 所以這一題的算是 3日20 我把它乘上15倍 你要用橫式乘還是直式乘 如果老師沒有限定都沒關係 所以15乘上去就叫做 15乘上去就是45日 然後30個小時 好但是你要記得進位喔 24個小時就能變成一天 所以他就會變成46日 少24之後就是60 好 這是一題非常簡單的題目 46日60 再來第二小題 街舞比賽每隊表演12分鐘 那總共有15隊來參加 則上午8點25分開始比賽 結束的時候是多少分鐘 所以我先看一下12分鐘 每一隊12分鐘 可是有15對 所以12乘15 那自己去乘起來會得到180分 而180分 剛好又叫做3個小時 數字是很簡單的 這個叫做3個小時 好30 所以我從80 25分 去加上這3個小時 所以你得到的答案 叫做11時 25分 好所以答 結束的時候 記住喔一定要回答兩個字 因為還是上午 所以你要回答上午的11時 25分 好這個是兩個簡單的應用問題 看來 來 我們